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继续来帮你说明我们的这个车类3,就是车类呢,这个编号,我们的车类3。 车类3呢,就是建立中间键。 那建立中间键呢,我们就希望它达成两个一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跨平台。 那跨平台呢,当然也可以跨别人的平台,也可以跨自己的平台。 那这里是以跨自己的平台为比较重心,但是两个都可以。 那另外一个就是跨这个,啊,开端。 啊,所以呢,我们就得出这一个,啊,建立中间键,是成为我们的这个车类,里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action。 然后呢,这个中间键呢,的确呢,提供两个接口,一个是给开端用的接口,一个是给这个T用的这个接口,所以两个共同性的接口,来支持呢,一个跨平台,一个跨开端。 OK,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啊,车类里头的一个action,一个动作,可以借由建立中间键,来达成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追求呢,啊,产品的普遍性。 OK,然后呢,然后呢,跨自己平台,啊,其实只是,我们的,这个建立中间键,里头的一个,啊,基本的动作而已。 所以,事实上,我们,啊,在上个小回合当中,也说明了,我们反思了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除了,跨自己的平台之外,我们还要加上,跨这个开端。 OK,跨开端,那这最,才是真正的,追求它的,普遍性,啊,追求呢,普遍性,意思说,这个要再加上,啊,跨,开,啊,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中间键,的一个目标,啊,那就是透过,这个中间键呢,啊,来追求呢,我们产品的, 啊,普遍性,啊,这样子,OK,好,那我们还是一样,帮你做个简单的铺垫,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依赖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透过EIT,来取得这一口的制定权,啊,那这个第二的呢,啊,提供通用, 通用性的这口,啊,那这就可以让我们,来追求这个,啊,普遍性,啊,普遍性,OK,那就是,如果拥有跨平台性,加上跨客户端,就会拥有普遍性,啊,那这一个假定呢,如果是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呢,采取,这样的一个 action,啊,这样的一个行动,啊, 啊,来达成我们这样的一个 goal,一个目标,相对上,这是一个action,就是一个how to,一个手段,OK,那这个是来自,这个假定咯,啊,那这个假定呢,可能,啊, 啊,未来可能呢,会再修正,或者是等等都有可能,但是目前看起来呢,还蛮完美的,所以我们就继续的,来探寻,啊,这相关的action,OK, 所以呢,它的结构,就变成,这是一个,啊,通用性的,啊,这一个,啊,结构,那么它就是我们,啊,中间间的一个基础,啊,中间间的一个核心,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接口,啊,这两个接口,啊,这两个接口,啊,那这一个是针对,这个的通用性接口,这是针对,看来的通用性接口,啊,所以呢,这就是, 啊,这一个,有很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个都是针对,看来的接口,啊,然后,这个是针对,这个T1的接口,啊,等等的,那这构成了,我们中间间,的一个,长相,一个结构,啊,一个结构,好,那这一个,我刚刚有说明啦,因为,其实来讲,中间间,这一个,模块会有很多, 接口也会有很多个,啊,并不是只有一个,但是呢,我在这里呢,就只用一个来代表,一个来代表,OK,那就变成了,这是一个通用性的接口,然后呢,因为它是够通用啦,所以呢,很多Cline,大家都会来用,啊,所以扣大了,这个APP,等等的,这个应用的范围,那也扣大了,这个用户群,好, 好,然后呢,这边呢,才来调用,我们自己的平台,啊,那因为,这个,都是自己人写的,所以比较,啊,不用care太多,那像这个接口,啊,这是I接口,就是,因为,写这个E的人,啊,跟写T的人是不同人,啊,不同人,啊, 好,这里所表示的不同人,啊,那这个,这是一,二,三,四,现在看起来都是同一个,同一方所开发的,所以这就比较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跟这一边的对接的I,跟这边对接的,这个,中间间的接口,OK, 好,那这就是,整个,中间间的,基本结构,啊,基本结构,啊,就是帮你再复习一下,那么,通用性的接口呢,它很重要,就是能够扩大,应用的范围,啊,能够,啊,促进的普遍性,好,那因为,它能够跨客户端,所以可以增加了,更多的用物量,OK,好,那我们现在,啊,已经对中间间的,结构呢,有一些了解咯,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啊,更详细的,这个设计咯,啊,更详细的设计的,啊,步骤跟内涵咯,以及考虑的,要项咯,好,那我们再来这里看一下,我们的,啊,平台,啊,这是我的module,就表示我的平台,啊,所以呢,潮潮框架,就是这个,就是潮潮类,或者称为, 是潮潮框架,啊,潮潮框架呢,可以保护呢,我的平台,的这个变动自由度,啊,能够变动自由度,啊,能够变动自由度,表示呢,它有它的住址性,表示它的稳定度就比较高,OK,啊,不受别人的影响,啊,所以变动自由度,就表示呢,住址性高, 那住址性高呢,我们认为,它就是稳定性高,所以呢,这三者呢,其实是一体的,其实是一体的,所以呢,我们在看到的,一个 传统上面,是APP,来使用我的平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加上一个潮潮类,或者潮潮框架,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它会把它的接口挡掉了,换成我的接口, 自己的接口,因此呢,我这里呢,就不受到,这个APP的接口的签字了,啊,这里呢,啊,这个,啊,不受,这个,啊,APP,啊,的这个,啊,这个,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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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啊,限制了,啊,OK,啊,因为,啊,这边如果是以激烈的方式,啊, 啊,这如果是变成,ENI,相对上,就是T的话,啊,就相对上,如果是ENI,那么,就是T,啊,那么,我们就会受它的签字,啊,受它的签字,啊,受它的签字,那如果它存是client的话,我们就签字还比较小一点,但是事实上,也会,啊,就是说,因为,很多很多的client,来用我的平台, 它就会把它的接口,写在AP里头,就会对它限制住了,OK,啊,所以这不管,是,啊,以这个框架的呈现,还是以APP的呈现,其实对我的平台,都是一种限制,啊,都是一种限制,啊,局限, 所以会让我的平台呢,啊,失去的自由度,以及失去的稳定性,失去的阻止性,OK,所以呢,怎么样子来,啊,处理这件事情呢,就建立一个,啊,这个中间键,啊,建立一个中间键,啊, 然后呢,这边再提供一个接口,啊,给这边来使用,啊,给这边来使用,OK,啊,那这一个叫做中间键,啊,中间键,那这边就变成一个,啊,这一个,啊,掌握,两个接口啦,啊,两个接口的地方,啊,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中间键咯,啊,中间键, 由中间键来使用我的平台,啊,当然,也可以这边加个T咯,啊,然后呢,啊,这边变成它的子类,那由它来,啊,这就是透过中间键,把我的平台EIT的,啊,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是,啊,这个,啊,中间键,啊,把这个,啊,把这个,我的, 平台就是这个,啊,EIT的,把它EIT的,OK,那这样子的话,表示呢,我们可以中间键,可以夸这边的平台,那也就是,这边的平台可以自由的改版,没钱就改版,改版就有钱,啊,那么因此呢,啊,这边就可以,啊,让这边能够保持的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这就是,刺激中间键的好处,OK,那至于呢,这个Cline的APP,也一样,它也是,在对于中间键来讲,它也是一个T,啊,它也是一个T,啊, 好,然后这些T对我的平台,啊,一样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接口,也叫接口,有一个通用性的接口,来服务它,OK,啊,那这个接口呢,都是由平台框架,来定的,所以呢,我们掌握了,这个API的制定权,啊,掌握API的制定权,OK,啊, 好,那而且呢,提供通用性接口,啊,通用性接口,所以呢,类似键万里长城,来保护,关内居民的安全跟自由, 就是我的平台,的各种版本,啊,各种版本,OK,所以呢,最有名的中间键,就是, 就是,微软的档面的框架,就是说,微软本来就是,做Windows的,啊,这是,啊,微软的,非常重要的, 这一个,啊,平台,啊,那这个平台呢,如果直接给APP用,啊,那这个是不好的, 因为呢,啊,这边有很多函数的名称会被写在这里,比如说, call function 1,对不对,那这边就要提供一个function 1, 那有一天呢,这边的改成function x,这边就要改, 所以呢,那APP1也要改,AP2也要改,AP3也要改, 所以成本就非常的高,啊,因此呢,就让我们这个F1,啊, 变动的成本非常的高,啊,那高到一个极限, 一个程度之后,就变成了,它动不了啦,因为成本太高, 所以大家就不能动了,OK, OK,那这是不好的,所以呢,才要加一个这个中间键, 啊,加一个中间键来保护微软的Windows, 然后呢,等于是中间键,啊,中间键呢,啊, 这一个,啊,档内的框架,啊,框架呢, 把这个,啊,Windows,啊,给这个EIT了,啊,这样子,是,啊, 那这个档内的框架呢,是微软自己写的, 那微软呢,啊,为了保护这个Windows,啊, 啊,让这个我们的平台,可以没钱就改版,改版就有钱,啊, 啊,就是,啊,一个目的,啊,为了,啊,这个,啊,Windows的, 的,的这一个变动自由度,啊,为了Windows的变动自由度, 所以呢,啊,啊,这一个,啊,开发,啊,这个中间键,啊, 来保护这个Windows的变动自由度, 让Windows呢,没钱就改版,改版就有钱,啊, 那这就是档内的用意, 那么档内的在提供这一口,通用性这一口, 给APP开发者,啊,给APP开发者,啊, 那这就是,啊,最著名的这个中间键,啊, 它的用意,就是要保护Windows, 所以呢,就北京城后档内基品来讲, 作为一个万里长城的目的, 就是要保护档内基品的变动自由度, 所以这个中间键的角色, 就跟这个万里长城的角色是一样的,啊, 这一个保护档内基品的变动自由度, 好,那么中间键在整个, 整体架构中的角色,啊,一样的, 这是一个中间键, 然后呢,这是刚刚看到的是我的平台,啊, 这边,看到的是自己的平台,啊, 所以是因为,本来,啊,这个只有我的平台,啊, 我的平台,那我的平台,呢,啊, 啊,就,啊,建立一个中间键, 就是先有我的平台, 再来建立一个中间键,啊, 来保护我的平台,啊, 然后呢, 藉由这种中间键, 也顺便把别人的,啊, 啊,顺便,啊,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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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把别人的,把别人的平台,啊, EIT的, OK,他除了把自己的平台EIT的, 还可以把别人的平台EIT的, 因此呢,让别人的平台,呢, 也可以随时的,啊, 这一个清晨代谢,啊, 也可以让别人的平台,呢, 取得变动的自由度,啊, 因此呢,别人的平台也可以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我的平台也可以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OK,啊, 因此呢,创造的跨别人的平台, 又跨我自己的平台, OK,啊, 所以呢,这中间键的好处呢, 可以跨我的自己的平台, 也可以跨别人的平台, 也可以跨快乐端, 哦,所以呢, 中间键的好处有很多很多咯, 所以这是中间键在整体架构中的角色, 哦,的角色, 那这中间键呢, 还可以再来,啊, 这一个当成曹操,啊, 这一个中间键本身就可以当曹操的角色, 啊, 应用我们的这一个,啊, 屏蔽, 这一个,啊, 天子的JCO, 所以呢, 这是Android, OK, 那我们这个中间键, 变成Android里头的,啊, 啊,啊,一个小框架, 一个小框架,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啊, 透过这个方式, 应用我们的跨大平台的机制, 让我们的中间键, 当成曹操类, 当成曹操框架, 那么就可以来, 协天子, 以令诸侯咯,啊, 这是诸侯咯, 所以呢, 就把它整个都串起来咯, 所以这就是,啊, 用我们的第一项的策略, 把别人的平台EIT了, 再来, 透过这一个第二项策略, 把Android的平台,啊, 给屏蔽了,啊, 协天子, 以令诸侯咯啦, 接下来, 就是实现了我们自己的中间键, 来保护自己的平台, 保护APP,啊, 保护别人的平台,啊, 等等的, 那就是中间键呢, 在整体架构中的这个角色, 它是属于Android内部的一个小框架, 所以拥有自己的中间键, 是最理想的啦, 因为中间键呢, 可以有API的制定权, 有足够的话语权, 那自己拥有中间键, 等于是自己有一座四合院, 包括一个围墙, 啊, 内部的房间叫P, 就是平台, 自己的门口叫JCO, 来服务住在外边的人, 啊, 就是API, OK, 那最理想的图呢, 就是,啊, 刚刚, 类似刚刚刚所看过的图咯, 所以这是中间键, 那这是自己的ENI, 这中间键其实就ENI, 所以保护了自己的P, 让自己的, 所谓保护的意思就是, 啊, 让P呢, 啊, 这一个, 让P呢, 啊, 有这个, 啊, 这一个变动的自由度, 让P有这个变动自由度, 让他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OK, 那当然, 你既然保护了了我的平台, 当然也可以保护别人的平台, 啊, 当然也可以保护APP, OK, 那这就是中间键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可以保护很多很多, OK, 啊, 这他特别的地方, 好, 那建立自己的中间键, 可以凸显自己的独特性, 为什么呢, 啊, 因为这个接口呢, 都是, 啊, 必要的时候可以提供独特的接口, 可以提供独特的接口, 你也可以由这边再产生一个接口, 让他来到位调用, 都可以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定定出很多这个独特性的接口, 好, 所以呢, 可以可以凸显自己的独特性, 好, 也就是定定自己独特的API, 来框住别人的平台或APP, OK, 好, 你可以自定, 啊, 你如果够强势的话, 你看, 这个接口呢, 也是, 啊, 由我们定, 然后它来实现的, 啊, 它来实现, 我们就会定出一个抽象函数的接口, 让它来实现,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定出抽象函数, 给它实现, 因此呢, 我们就变成老大了, 啊, 所以掌握了API, 制定API, 就签字的APP, 然后反过来呢, 也签字的底层, 因此就是赢家, 啊, 赢家就可以摆脱别人的枷锁, 啊, 有住址性, 啊, 这一个, 啊, 有这个可靠性, 啊, 既然能够主导API, 就是我们能够, 啊, 自己来, 啊, 制定API的内容, 因此呢, 就能够号令上下, 啊, 成为上下交, 啊, 互相来帮我抬降的, 我的这一位教主, 我就是教主, 他们就愿意来帮我抬降, 因为我主导了API, 啊, 主导了API, 那当然API还记得呢, 有分两种, 啊, 一种是, 啊, 对Cline的这个JCO, 一个是对T的JCO, 啊, 一个是, 啊, 对T的JCO, 啊, 就是这个I, 那一个是, 对Cline的JCO, 那就是一般的, 这个我们称的叫CI, 啊, 叫做Cline的JCO, 所以呢, 建立自己的中间键, 可以呢, 提供自己独特性的API, 啊, 可以API, 所以呢, 就显现是足独特性啦, 那么如果太过于独特, 那么可能别人不想用, 因为你没有普遍性, 因此呢, 我们就会, 再提供通用性的JCO, 来让这一个用户呢, 可以接受, 因此就可以不断的扩展用户的, 这个数量, 啊, 扩展了我们的市场, 所以呢, 自己的平台越多差异化, 在商场上就占了越多的优势, 啊, 就表示呢, 与众不同, 那在规划中间键的时候, 除了提供共通性的API之外, 啊, 还要提供这一个独特性的, 啊, API, 给大家去选择, OK, 所以就变成了, 我们也设计一个独特性的, 提供独特性JCO的, 这种中间键, 啊, 这也是一个中间键, OK, 啊, 那这也是一个中间键, 然后这个中间键提供通用性JCO, 这提供独特性JCO, OK, 那两边都会来应用我的平台, 啊, 应用我的平台, 啊, 那这个就是, 啊, 中间键提供JCO, 来跟T对接, 提供JCO, 来跟T对接, 提供JCO, 来跟CLI对接, 提供JCO, 来跟CLI对接, 让这个CLI可以选择, 到底是要用通用性JCO, 还是用独特性的, 啊,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啊, 那我们这一块呢, 跟这一边就无关, 所以我们这一边就可以,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OK, 好, 跨自己平台的中间键, 能够具有这个通用性, 跟独特性, 如果能够兼而得之, 那我就是最好的啦, 啊, 所以呢, 我在上面有说明过啦, 我们这中间键, 啊, 这个要达成两个目标, 啊, 就是跨CLI, 啊, 这是中间键, 要有这样的一个, 啊, 跨CLI端, 啊, 就是一, 二, 啊, 跨CLI端, 而且呢, 还有, 要有这个机背通用性, 还有呢, 要机背呢, 独特性, 那这才叫做完美的, 啊, 中间键的架构设计, 好, 那我就是, 在这一个整个单元呢, 我就帮你讲到这里咯, 哦, 谢谢各位咯,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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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